兩首曲子 一首曲子來自於古巴拉吉他作曲家 Dio Broer 他是呢 他應該算是二十世紀 整個吉他作曲界最重要的人物 都會過 他寫了一輩子寫了很多東西 現代也滿發的 那今天他表演這一首十一月的重點 是Dio Broer為了電影而寫的曲子 所以呢 他為了電影而寫的曲子 所以他就寫了比較流行 他應該算是Broer一輩子 對 就是一般人來說最好聽的曲子 也就是最適合來騙人生的曲子 然後呢 電手帶來自於巴哈的 Air on a G-string 他會發音什麼 D弦之歌嗎 我覺得這個有點難聽 原本是 就是 巴哈在1730年 寫了一個 那個時候是一個 原本他是一個交響 一般獨曲的一個Air 就是那個Air就是歌的意思 然後呢 後來是被一個大提琴演奏家 變成一個大提琴鋼琴的版本 然後他唱詞的名詞是Air on a G-string 所以後來大家就以為說 這個曲子原本 把它寫給提琴鋼琴 他知道不是 你根本直接跟交響一個團人 但是後來就變詢之後呢 就變成巴哈最流行的作品 所以我們講 流行的旋律 智利 他的力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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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